熟透的朋友今年有兩粒非常有力的吉星 就是紫薇和隆德星 這兩粒吉星代表能得到貴人扶持逢空化吉 對整體運勢、事業和財運都非常有利 在工作方面熟透的朋友今年的整體運勢都是暢旺 無論對打工仔又或者是做生意的朋友 都適而把握今年這個大好時機 積極工作大展拳腳 不過始終有一些空聲在 所以要記住即使今年工作順利也好 不要太過得意忘形或者有風洗進你 而且不要忘記明年就輪到你犯太歲了 財運方面今年的整體來說會比去年好 尤其是正財會比較好一點 至於偏財和還財投資方面只是一般 感情運方面今年熟透的朋友是有桃花星 對感情運當然有利 已經拍拖的或者有換女的 今年感情穩定 至於未拍拖的朋友 就要好好把握今年這個大好機會 健康方面今年是有天厄和暴敗這兩顆空聲 需要提防會突然之間發生一些意外損傷的事 至於其他大病的機會就不高了 今年熟透的朋友有兩個月份需要注意的 就是農曆的二月和八月 熟透的朋友今年可以在家裡的西南方放置一個配有燈膽的流水擺設 或者是流水燈柱 都可以進一步提升你今年整體的運勢 如果想提升今年的健康運 那就建議大家可以在家裡的中央位置擺放一個銅製的葫蘆 如果家中間的位置屬於走廊位 就可以在牆身掛一幅構圖以金色銀色為主的掛畫 配以金屬的邊框 如果不介意比較中式的話 更加可以擺放一個金絲刺手的龍鳳掛畫 還是要進一步? handing down 今天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